大家好,我是我爱阿抓子 今天是2022年7月9号 今天是我做的有关基督教和谐控制计划的226期 弟兄姊妹们平安 今天我做的题目是基督教和谐控制计划真相大白 弟兄姊妹们,这一次是真相大白 我终于把有些问题总明白了 就是我题目 总的题目是总结王炳章的命运 如何被基督教和谐控制计划取代的 第二个内容是 赵天恩、唐春荣、红颖剑、张伯丽、雄园等教会卧底 怎样欺骗王炳章 第三个王炳章 有生之连如何摆脱牢狱之灾 弟兄姊妹们,第三个特别有意思 这是我的一些推测 或者是跟王炳章的家人提出的一些建议 他管不管用 那我们只有祷告了 就是王炳章有生之连如何摆脱牢狱之灾 因为他已经是从20,已经关了20年了 就是从2002年嘛 如果从背部开始算的话 就已经是20年了 实际关没有关20年 到现在已经20年了 看这个驾驶他会把牢底坐穿 一直到去世 但是他也是有可能出来的 所以说我们的最后都要讲一讲他如何摆脱牢狱之灾 剩下的几年如何能够出来 我有一些建议 我放在最后说 第一个是民运 最主要的重点 我总结一下 王炳章的民运 如何被基督教和谐控制计划取代的 好 弟兄姊妹们 就是我在推特已经发了一个那个告示 第一个三个内容 最新有关王炳章 民运和基督教和谐控制计划的视频 就要制作完成 尽情这个也炒下一个 一个徐史良 其实他们不懂基督教的福音 他们也不懂 因为他们这二三十年接触的都是 这个异端邪书 包括王炳章啊 包括是王宜啊 于姐之类的异端邪书 所以说他们有关基督教的认识是完全错误的 完全错误 特别是有关教义的 他们完全不涉及 所以说他们一贯 只是说一贯的反对基督教 但是他们不知道什么原因 但是我这我也不讲 我的重点不是这个 因为他们可能是比较讨厌这些假的基督徒 而引起的 所以说我就把这个视频发给他们 第一个是 标题是王炳章的民运 如何被基督教和谐控制计划起来的 第二个赵天恩 唐宠仁 红运健 张伯利 雄言等教会卧底 欺骗王炳章 王炳章有生之恋 如何摆脱老狱之灾 弟兄姐妹们 我以前讲过 就是我的视频的总结 就是162期 就是2021年8月3号做的这个 总结下什么是基督教和谐控制计划 就把2002年来发成 就是基督教和谐控制计划的启动年 因为那个时候我没有研究王炳章 我也不知道王炳章是在那一年 当然我知道他是被共产党给诱补了 但是我不知道是哪一年 具体的哪一年呢 我都不知道 我以前也听那个徐石良说过 他王炳章也是信耶稣 但是我都没有研究他 因为毕竟他是民运之父 我想他信耶稣 他肯定是搞民运的 所以是搞民运的 最早以前我们是关注的教会 就是十多年前 我在共舞台或独立评论上 我们主要是关注教会 民运我关注的不多 我知道这里边有交集 但是我还是关注不多 我也不知道王炳章他是基督徒 他竟然也想用基督教去改造中国 用基督教改民运 搞民运 我都不知道 这就是前几天 我查之内才查到 就是赵天恩啊 唐聪龙啊 红云健 张伯丽雄严 在王炳章的那个 在王炳章的文章里面出现 我才把这两个连接起来 就是我说过多少次了 这个文章特别之重要 就是赛班的教会 王炳章自己写的 随即之三 天堂与地狱啊 我在上一期讲过了啊 主要是这一点 他基督教和谐控制计划 后来主要的任务 都在他这个文章里面出现了 就说明什么呢 就是他跟他们一块 在搞基督教和谐控制计划 而且非常之清楚 就是说 就是说王炳章的开始 他是没有想用基督教去改造中国的 因为他说他 你看 那时经教会的大陆人很少 我是抛脱路面的民运人士 怕别人指指点点 也说明当时我的信心还不够坚定 知道不 他后来是怎么坚定呢 我们中间缺了一个东西 其实他后来坚定的原因 就是由于受了赵天恩 红宇剑 然后唐从荣 雄颜 张伯利 等人的忽悠 知道不 然后他信心就坚定了 就要用基督教和谐控制计划 去基督教去改造中国了 然后也就最后他就被 这个套牢了 就被基督教和谐控制计划 套牢了 这个逻辑事实非常之清楚 然后我们再来看 这一个弟兄姊妹们 这时候后来我新发的一个 发现一个东西 就是2017年圣诞节前夕访谈 关注育众王炳章博士 好 我也给你们过一遍 你们自己看 傅七秋 他在傅七秋那里学了七天 学了七天 就是上次说过 2002年1月份 他们去过 你看 傅七秋说 我跟王炳章博士 是15年前 就是2002年 正好是元旦 我们度过了近一个礼拜的时间 他参加了我们的一个研讨会 他后来很快被中共绑架 至今已有15年时间 看到没有 他在傅七秋这里培训了 他们的一个研讨会 我们的一个研讨会 也就是他们参加那个基督教会的一个研讨会 花了一个礼拜的时间 然后又是被套牢 现在我们不是很清楚 是不是王炳章 一开始就参与了基督教和谐控制计划的策划 不是很清楚 不是很清楚 但是他后来 肯定是参加了被基督教和谐控制计划套牢了 好 因为王炳章他是民运之父 海外民运是他最先搞的 所以说共产党我以前讲过就接近他用 因为他是基督徒嘛 他们就用基督教这个说可以去搞民运 可以帮中国和谐转型 而且还可以制造一个民运的宪法 上期都讲过了 好 王炳章果然就做了 这是我后面要讲的 所以说这个基督教和谐控制计划 就去把他整个这个东西 首先把他牢笼 首先把他骗进入基督教和谐控制计划 这个大风味里边 然后就把王炳章给抓起来 抓起来之后 他所有的民运组织 他搞的所有的东西 包括他的想法 这些通通的都被基督教和谐控制计划占领了 所以说在他被抓捕之后 后来共产党又推出了新的任务 就是王以宇景李博光 还有就是任不媚这些人物 弟兄姊妹们 你们和我们基督教和谐控制计划连在一起 这个思路非常之清晰 非常之清晰 知道不 弟兄姊妹们 好 为什么我还要说这个东西 就是王炳章 以前我也不知道 我在前两天之前 我知道王炳章 但是我根本不知道 他还真的是被那个忽悠的一样 你看他这 王炳章文献里面 你看没有 我上期也讲过 赵天博士问 有哪位基督徒愿意参与为未来中国起草一部新宪法 其实有了 最后就有了 好 弟兄姊妹们 就是王炳章 他的一个叫做 揭秘 叫做 在哪里 刚才我看得很清楚 资料太多了 就是这个 我刚才在这儿看 这个就是神域圣经宪法 看到没有 神域圣经宪法 知道不 神域圣经宪法里边 好 弟兄姊妹们 这里的 就是华盛顿圣经博物馆揭幕 海外人士齐聚要求释放王炳章 你看没有 这是魏京生 看没有 这是魏京生 这些都是98年以后出来的人物 我说过基督教和谐控制计划 就是96年生命经刊开始 生命经刊地下室会议开始 96年就是比较的明显了 最主要真正启动 是2000年 96年98年后边的都是准备替换王炳章的民运 替换王炳章的民运 那个时候就是魏京生这些都出来了 都要替换王炳章的民运 因为王炳章他真的是搞民运的 我现在看的是 所以说他们先用基督教和谐控制计划去 牢笼他 就是欺骗他 把他围捕 就是把他围捕 骗到基督教和谐控制计划里边去 好 所以说你看 华盛顿2017年 华盛顿圣经博物馆节目 海外人士齐聚要求中国释放王炳章 那这个照片里边也是显示是有 就是想魏京生啊 我给你们看魏京生王炳章 魏京生 今天比较多 我看神域圣经宪法的这个词条 我们现在查一查 魏京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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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这个都是在这个照片里边的 你看都是和他们家里人是有合影的 在这就是和魏京生是和他们家里人有合影的 我开始看见过的哈 你看都在这 看这个是不是 这个戴眼镜是不是魏京生 你看见没有这是和他们家人 看到没有和他们家人 看见没有好这是为什么弟兄姊妹们 呃为什么王炳章他要出一个就是神域圣经宪法呢 这个是不是和这个完全前后复印 是不是和那个赵天恩傅佑他 赵天恩的 刚才我那个又放在哪里去了 就是王炳章尔文集对 所以他有哪位基督徒愿意参与未来民主中国其他一部新宪法 所以说王炳章的欲中就仍然沿着这个错误的道路在的确制造了一个神域圣经宪法 弟兄姊妹们作为信仰的 从基督教信仰这个观点来看 弟兄姊妹们你们不用去买他这个书来看 这个书一定是垃圾没有任何用处 他这本书在中国教会史上也不会留下任何痕迹 没有任何用处啊都是夜端写说 都是王炳章他就是赵天恩唐宠那么服用他的 所以你们不用去买我根本就看就不看我就知道他是什么东西 知道吧没有任何意义对我们的信仰没有任何意义啊 就是他们道路一开始都走偏了走偏的原因就是要去牢笼他 我要围捕他最后让他把他带入这个基督教和谐这个计划里面 然后用基督教和谐控制计划去替代他弟兄姊妹们 这就是为什么20002000年以后网上的基督徒乌殃乌殃的原因 为什么后来到处都是基督徒 你们看见的都是五毛基督徒都是五毛都是五毛啊 这就是为什么后来有各种各样的像 像那个袁志明啊之类的这些东西你看没有 王炳章也是想有基督教去改造生活啊 对吧改造中国但是他被抓捕的同时就是 谁就是那个袁志明他们还得到了得到了谁的支持呢 得到了那个曾庆红然后和那个王复领他们的支持他还去了中国 而王炳章就不能去去就要被抓他为什么就是要用这个 以红云建啊远志明啊唐从容啊的归宗状派要替代他 替代他然后整个牢笼所有的华人包括民运的 这就是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就是民运里面有这么多基督徒 对吧都是假的我现在终于明白了 因为我以前我不知道我不知道王炳章他算信耶稣没想到王炳章 他为什么信耶稣原来他是带领整个搞民运的人啊 进入了进入了基督教和谐控制计划 他的所有的民运的东西都被基督教和谐控制计划替代和控制了 知道吗所以说你看没有王炳章他最大的符号是什么 他是搞民运对吧他不是研究圣经的他的最大的身份也不是基督徒 对吧他最大的身份是海外民运之父是民运之父 那么他在狱中他最多研究什么他最多应该就是要研究 研究的是怎么搞民运对吧怎么搞民运 所以他在狱中搞了什么呢搞了一个神域圣经宪法对吧 神域圣经宪法去研究圣经了为什么 因为他搞民运共产党绝对不让他出这本书对吧 绝对不会让他出书 在狱中还去指导民运怎么可能呢 那么就让你去指导搞圣经嘛圣经宪法 你写了也没用了你最后你搞的这个王炳章写的神域圣经宪法出来干嘛了 出来是鼓吹基督教和谐控制计划 而基督教和谐控制计划 基督教被谁控制 被傅希秋控制 被归正宗派 被唐冲荣控制 被那个王炳控制 所以说王炳章其实在为傅希秋 唐冲荣归正宗派和王炳打工 知道吗 他所有的工作就是为外边的基督教和谐控制计划 武吹对吧 是为外边人的工作 知道吧 所以说监狱里面才允许他出一笔神域圣经宪法 知道吧 当然是个垃圾文本 但是这个垃圾文本的话 他有助于基督教和谐控制计划的扩展 而且也为基督教和谐控制计划做广告 明白没有弟兄姊妹们 所以说他的有关 我相信他肯定写了有些民运的书籍 但是你看见没有没有看见出版 没有看见出版 只出了一个神域圣经宪法 只出了一个神域圣经宪法 为什么 这就是为基督教和谐控制计划 铺路 为基督教和谐控制计划 是不是逻辑非常清楚 好 那么我们以前推测的时候 那么他出来之后 他肯定第一个他当然在监狱里被控制住了 对吧 那么他的监狱外的家人怎么办 但共产党肯定不会放过他 所以弟兄姊妹 我后来的确又找到了资料 那就是鸿一剑控制了他们家人 你们自己去看 鸿一剑 我们给你看哈 鸿一剑 而且他们家人许多人都在鸿一剑去教会 你看 你看 你们看这段 王金桓 好像是他的姐姐吧 好像是王炳章的妹妹还是姐姐 这些都不重要 妹妹和姐姐对我们来说 和我们的主题关系不是很大 好 王家人 我们是在这段 我们是在这段 教会和鸿一剑牧师 看到没有 鸿一剑 你们去看这一段 让我拿个重点 你看没有 他们开始是不认识 但是我们看那个资料 他鸿一剑是早就认识了王炳章 这点的确 鸿一剑没有说错 你看 后来我们怎么知道的呢 也就怎么知道洪炳章的呢 在我父亲去世后 他的追尸会上 洪炳章牧师那天来了 我在那个追尸会上第一个花言 我说 我的父母养育了我们五个儿女 现在我们四个都来了 只有我弟弟王炳章他来不了 他被中共钻在监狱里 我刚说完 我刚说完 开没有 这个戏经就出来了 法律圣人 有个弟兄说得好 法律圣人就是他的样子 弟兄姊妹们 你们如果没有看见法律圣人 你们看看 看看那个冯云剑 假冒为善的这个人就知道 你看 我刚说完 冯云剑牧师就一下子 就到前面去 他说感谢主 感谢主 让我来送王伯伯一成 然后他就说 他很早以前认识王炳章 这是对的 王炳章 红云一剑 当时很激动 都哭了 都哭了 他自己说 他这一生就哭过两次 弟兄姊妹们 这是不是谎言 这当然是谎言 我根本不相信他一生只哭 哭两次 他第一次哭的是什么 小孩当然也哭 我们假设就排除他小孩哭 我都不相信他一生只哭过两次 在2017年 那个时候 二年前他应该也是三十多岁 三十七 至少三十七 或者是四十多岁的人 他一生只哭过两次 是不是第一次是他父亲哭吗 还是毛泽东哭 还是谁哭 他父亲死的时候他哭吗 知道吧 冯云剑的父亲是谁 我们不知道 不知道 所以说这肯定是谎言 这肯定是谎言 从那以后我们才知道冯云剑、牧师 这就是冯云剑、牧师 去表演了一个就是刘备摔阿斗的甲哭 她的演技的水平那高多了 比孙怀英、吕利平他们厉害多了 所以说 后来我们才知道 弘云剑 我们才去的他的教会 后来弘云剑就一直跟我们的 父亲的灵鳩去墨地 参加了埋葬的整个过程 从那以后我们就跟冯玉健的关系很亲密 他经常带大家祷告 好 弟兄姊妹们 冯玉健和 父亲能不能救出那个王炳章 不可能 为什么我上期我说过 因为王炳章他真的想用哪民运 哪基督教去造反 而现在基督教被他们这样一弄 就已经建立了规政中派 控制了中华人教会和海外教会 那么王炳章出来 他必然也会作为一个首领 知道吧 你拿着这么多一个控制的教会去造反 那共产党还活不活 所以说王炳章是不可能出狱的 他不可能出狱 也不可能被冯玉健和王 和那个 和那个父亲他们救出来 不可能 他们可以救许多卧底 救许多的所谓的基督徒 包括救秋月之父 王炳他们的那个东西 但是他不可能把那个 就是王炳章救出来 原因就是在这里 因为他们已经控制了 他们建立了他们的整个体制 体系 而这个体系是被党控制住的 那么 王炳章出来 他要去用这个基督教和弃风筝计划 用这些许多教会去造反 那么显然就要让共产党的老命 王炳章就不可能出来 弟兄姊妹们 我说的很清楚了没有 我以前我讲过 就是说他肯定不会放过他们的家人 所以你看果然 红炳章他们就去牢笼 以前是主要是唐重荣和那个赵天恩 去欺骗的 欺骗的王炳章 你看王炳章真的进去之后 现在就该红炳章来上后了 红炳章上后了 知道吧 因为他们在温国华 他们在红炳章就是温国华信用会 那么王炳章他出不了出的 他出不来 我前边讲了 我的这个标题 基本上我把它讲完了 王炳章民运如何被基督教和谐控制计划取代 我讲清楚了没有 就是整个的98年以后 包括到2000年98年以后 有许多搞民运的人都装作是基督徒 为什么 都是由于这个原因 是由于王炳章向基督教去搞民运 然后他这个东西就被整个 共产党的基督教和谐控制计划替代了 替代了所有说那些搞民运 由于他开了这么个头 那么他们搞民运的人都会接纳这些基督徒来 所谓的基督徒来这些基督徒都是党派过来的卧底 然后渗透到他们整个民运圈 这就是为什么就是说那个草虾特别讨厌基督徒的原因 这就是为什么徐世良特别讨厌基督徒的原因 因为他们也发现这些基督徒是党派过来的 不是真高民运的 由于他们对基督教的信仰不了解 我这不谈信仰他们要感兴趣自己看 所以说他们的东西其实写出来 他们也在反驳基督教反驳这些东西 但是他是任何说服不了任何真正的基督徒都说服不了 知道吧 但是他们好像也不感兴趣 只是说我提一下这个 那么王炳章他肯定是要把牢底捉成 那么王炳章他怎样才摆脱牢业之灾呢 好我有几个建议 第一个就是我们从就是说信仰的角度 这个也是关注到他的就是灵魂的问题 灵魂得不得救的问题 王炳章最开始信耶稣应该不是上这次骗 因为那是很早了 基督教和一共识教还没那么特别明显 他也是偷偷摸摸去教会 他说的很清楚79年就去了 79年应该还没有大的发展 就是共产党在92年派出89通经令的那批人 也还没出来知道吧还没出来 就是说他那个时候应该不是 所以说他开始可能真的信耶稣 只是后来被带偏了知道吧 带偏了那么就是说他最后怎么能明白过来 就是那当然作为一个基督徒 我们一定要依靠上帝 那么他就是真的 因为用基督教拿去造反 这个也是异端写说 那么他要在上帝面前回改 放弃用基督教改造中国 用基督教来造反 他如果的监狱说我要放弃用基督教来造反 那么这就想给共产党表明一个态度 他真心的放弃这个 那么这个上帝就会不会就是说 就是让共产党的某些时候 因为我们所有的命运就是上帝决定的嘛 那么会不会就是让各种手段 用一些什么什么的手段呢 然后就让王兵杖出来了 对吧 然后当然你如果说他放弃他 他自己对共产党说他要放弃用基督教去造反的话 共产党当然不会相信他的对吧 不会相信他 但是说我们仰望的上帝 如果他真心在上帝面前悔改的话 那么上帝肯定也会有过种 我们不知道的某些方法让他出狱 知道不 这是第一个对吧 第一个 第二个 那就是我说的就是他假装放弃用造反 假装放弃用基督教和谐控制制造反 去欺骗共产党 这个当然是不是我们建议的 不是我建议的 但是这是由于他有可能他自己动用这个心思 当然他是欺骗共产党 那也是有这种可能的 对吧 还有就是第三点 就是他和共产党合作 他和共产 他和共产党合作 就是说他完全参与基督教和谐控制计划 他出来也假装演戏 用现在的王仪啊 傅希秋啊 这么一帮人一样 就是完全参与基督教和谐控制计划 出来之后也假装引到基督教去造反 但是都是为党工作 就是这三条 三个 第一个在上帝面前真心悔改 那么上帝就会开路 开路 第二个就是假装 就是假装 假装就是放弃用基督教去造反 然后这一点的话 那么他必然要放弃他 就是说搞民运 对吧 这一点我想作为他来说 他肯定不会放弃 他不会放弃 所以说也没多大用 唯一剩下的就是第三个 第三个就是他答应共产党 假演戏 加入基督教和谐控制计划 加入基督教和谐控制计划 出来可那个一样 照样造反 但是是假的 而且他还要打出教会的名领 去造反 对吧 这三个 对吧 当然他最后一个 他必然被我揭发 必然被我揭发 他只要出来 不管是他真拿基督教去造反 还是假拿基督教去造反 都会被我揭发 都会被我揭露 都会被我揭露 因为那是异端邪术 异端邪术 当然这个最后导致的 后两种导致的 那么他就是允罪地狱 下地狱 对吧 唯一第一个 第一个 哎 才真的是上帝可以帮他 帮助他 但是这些道路人 他还是有可能把牢狱做穿 对吧 我就说的这三个方法 第一个 在上帝面前真心悔改 对吧 放弃用基督教去改造中国 造反 造反 第二个 放弃就是搞民运 放弃 用基督教去改造三个 中国 第三个 就是答应共产党和共产党合作 完全加入基督教和谐控制计划 然后共产党把它放出来 假造反 对吧 就这三个 对吧 弟兄姊妹们 我想 我们让选哪一个 最主要的第一点呢 我是希望他有生之年能够明白 他如何是被赵天恩 唐重荣 冯运建 张伯利 雄炎 等人欺骗 现在其实非常齐心 对基督教和谐控制计划来说 这帮人就是赵天恩 唐重 宏仁坚 张伯利 雄炎 都是为党工作的 特别是雄炎 已经完全暴露 弟兄姊妹们 今天我就讲完了 这就是这么多年来 就是我一直不太明白 为什么搞民运的人这么信耶稣 现在我找到了原因 主要就是王鼎章 把他们搞民运的人 就是带入了基督教和谐控制计划 终于明白了 所以说弟兄姊妹们 我的基督教和谐控制计划 现在我可以说是终于彻底的 完全分析完了 当然还有些细碎的东西 我不是很清楚 我终于把民运和基督教 这个东西整合在一起 基督教和谐控制计划 都是党的 都是党的 他们是一体的 他们是一体 我以前说过民运和基督教和谐控制计划 什么关系 党什么关系 三位一体都是一体 都是党领导的 民运也是党领导的 就是从王秉章开始 知道吗 从王秉章开始 所以说你看 这一点 这个也在说 我不知道他怎么知道 可能他有他的判断 就是那个 丰盛德吧 丰盛德 对 丰盛德他也在说 王秉章之后海外没有民运 为什么海外没有民运呢